我欢迎每日一答回答一下 这边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这边说你看我这个残花 哎有点黄叶子 刚签插没多久 怎么养护啊 你把下面的那个叶子 最下面那个老的 一揪给它揪掉 适当的呢 很细胞的用一点点翻肥水 你要买一瓶发生日 光给它用的话 估计得用三年 明白了吗 所以说呢还是比较省钱的 我个人觉得 该用肥料的用肥料就行了 下个臭宝说啊 发财树的顶心跟树皮分离了 还能救吗 怎么救 没救 救不了 一般你会发现这种发财树上面的 都会封一些个蜡 你也可以尝试性的用蜡给它封一下 这个就是救不回来了 它就这样了 你也不用过多的去干预它 我个人干预 若有条件的话 你弄点蜡烛 稍微容易容易 不行给它 烫一下给它封住 好吧 这是一个方法 或者是买一些伤口鱼和鸡 下个臭宝说 小苍蓝黄叶子是因为啥呀 你只要是叶子上出现毛病 它都是在告诉你根有毛病了 明白了吗 一般蓝克类的都是这样 出现这种黄斑呢 一般比方说这个里面可能有几条根啊 或者干掉了 或者是空掉了 或者你盆土里面方方面面 这种尖压类的都会有这个毛病 剪掉也可以 再用一些杀菌药灌根 维持这个土壤啊干湿水满汗 就是略干一点的焦 你别总是这种很湿乎乎的 很湿乎乎的啊 稍微干一点控一控 该焦水的时候焦水 你看你可以控成这种感觉 再焦水 明白了吗 略干一点 该用药的得用药 另外一个呢就是加一些个肥料 因为营养不足呢 人的抵抗力也会变差 也会等些病 植物也一个道理啊 所以说要盖它 下个座宝说三角梅不长新芽 缺光 缺光缺光缺光 嗯 我觉得吧 你现在尽量的给出光照 然后呢地暖的话 离开地面起码个30厘米左右 给它垫高一点会更好 就别紧贴着地面啊容易焖 这个别的没什么 尽量给出光照就行了 也不用过分的去管它 等到明年春天合适了 你就拉出去使冰晒就行了 下个座宝说 你看鸭掌木这个是找回这有点扭曲 其实这种都缺乏微量元素 缺一些个钙之类的 这种很微量的元素 你可以用一些翻肥水 或者是施加一些粪肥会好一点 明白了吗 你一般很多话有它用肥料值 再输大量元素 也就是拼命的用一些尿素之类的东西 就是大量元素这些东西呢 它就长得很快 但是长不开 就跟人一样吧 不然你老是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 你也会长得瘦不巴巴的 有自然的 一个道理 明白了吗 补微量元素 可以用翻肥水 好了 别的没什么了吧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老花姨 老花最长姨 别来吃吧 嗨